8月5日是全民運動日 亦是學民思潮發起反國民教育全民行動的一天 但亦是全民執交日 為何學民思潮的同學仔 神那麼早就去了赤柱執交流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做好風球的時候 膠株就掉到海裡 我們身為這個社會 地球的人 我們就要去收拾一些膠 我們快點走啦 因為膠株掉到海裡 會吸收藥物 所以會有毒 魚吃了之後 我們又吃了一些魚 是會有一個惡性的循環 我們會死的 既然中石化 他又聯絡了政府 他又沒有打算去清理的話 那就用來收拾吧 很嚴重 因為很多地方都清理了 但不知為何 依然有很多 一摸上手 就要十多二十顆加粒 真的很嚴重 學民思潮說的是要公民教育 我們覺得這類型的活動就是公民教育要做的事 但證明了現在公民教育是有效的 國民教育科 也沒有得到那部份 所以今天來這裡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實選公民教育 拿了六十億罪丙禧 膠粒散落如景灣 南丫島和港島一帶 其中一個膠災最嚴重的南丫島東澳 也有不少人來執交 很多市民都會越來越關心社會 越來越有這些情況 他們都會出來幫忙出一分力 跟小朋友說 如果有這些問題 我們都需要自己出一分力去解決 其實是的 現在好像覺得他發表的聲明 第一件事是 無讀 涉嫁粒散落 好像又不公佈 他覺得不需要公佈 是的 完全 好像覺得 隨便吧 政府的心態就是這樣 不要以為這裡剛剛下雪 其實這裡是東澳灣旁邊的一個石灘 災情尤其嚴重 要過來執交也困難重重 我們要保護海洋 保護海洋人 人有 今天我們就很好 有一班海洋公園的義工 加上我們在南丫島都召集了一班南丫島的居民 再因為在網上發放 同時也有高登的朋友 或者香港市民自己自發來這裡 所以我想今天應該有百多二百人 我個個那邊有食環處的職員在 他們都指示我們把那些垃圾收集 把那些膠粒收集了之後放在一個位置 他們食環處說 遲些都會用來清理 但當然我們政府未正式 我又沒有特別聯絡過政府 只是同時在食環處那邊 有一個職員在石灘那邊跟我談過兩句 其他詳情就不清楚了 這件事當然很明顯都是一個意外 但政府似乎那個補救行動 政府似乎不是做得很足 或者是 清理工作似乎比較適合了一些 當然 這麼多地方牽涉到這麼大 但它應該可以有一個統一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生態災難來的 政府應該成立一個統一的部門 可以處理這件事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對這個膠粒本身的毒性 有沒有一些研究呢 我們又看不到政府有什麼報告發表過 市民大家在這裡有些傳惡 我也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可以做得清楚一點 所以訊息可以指示一些怎樣做法 另外一方面就是收集一些膠粒 我也覺得如果這樣拿回去堆填 也是一個問題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我想希望政府那邊 可否環保署或者食環處 可以有一個指引出來 收集到一個膠粒 他們會怎樣處理呢 是給中石化又好 或者是給一些回收箱再做 我想反而這樣處理會最好一點 否則收集回來都是拿去堆填區 其實都是塑膠的廢料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記者在東澳採訪時 發現有中石化香港分公司的員工 組成了清潔隊伍來東澳執教 因為我們都是作為組織一個活動 希望香港環境會好一點 所以都是過來 人數是你要找找我們那邊 都是公司組織的 都是同事在香港處的 都是外派過來 或者當地本地都有 在內地來都有 在內地都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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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